北京有条开洋路 历史文化名人的一阵追忆 其实不然 7月18日 记者将开洋县文化馆官长何仙龙求证得知 这是一则假消息 他告诉记者 朱启前是贵州乡咸 与开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北京的开洋路与朱启前 贵州开洋无关 不过朱启前曾在北京成立中国营造学社 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 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扩建 朱建时 相关部门都曾向朱启前征求扩建 朱建的意见 开洋县专家辟谣 北京开洋路另有渊源往上疯传 北京开洋路 为纪念朱启前而得名 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北京开洋路、开洋桥等都是因为位于金代培读燕京开洋门附近 而得名确实与朱启前无关 7月18日 开洋县文化馆馆长和贤隆在朋友圈转发辟饶时写道 北京市开洋路 据他介绍 北京开洋路源自宋朝时期 辽南的京城 公元938年 宋十载 辽南京城设八座城门 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各设两座 自南城墙东侧城门顺时真迹 开洋门、丹凤门、险西门、清建门、空天门、拱城门、安东门、迎春门 而开洋门朝南 开洋具有意开门 就是南面向阳的意思 开洋桥和开洋路随之命名 今开洋桥所在位置 即千年前开洋门位置所记 在历史阳格中 开洋城门虽已在金昭建金中都城池时不复存在 但由于历史沿袭 开洋路和开洋桥一直沿用至今 而今北京开洋路附近 也是贵州前西南州驻京办事处 贵州乡前朱启前据介绍 朱启前1872到1964年 源及江西、清朝康熙年间 其先祖朱敬君来贵州贸易 定居贵州开周永 新厂经开洋县双流镇 在朱启前三岁时 父亲亡故 他便随母在湖南外祖父家长大 在其母亲和外祖父的教导之下 一副徐宏基的提携下 朱启前在政界有所成就 朱启前22岁时 在四川新淮凿汤工程处等 认过一些小差 赶转又到江苏任职 接着 曾出任京师医学馆监督 北京外城巡警厅清清城等职位 还筹办天津习义所 诸建天津券业商场 1918年 朱启前又当选国会参议院副院长 四年 被委认为南北义和北方总代表 还赴欧 美 日本等地考察 1916年改建正阳门完工 朱启前等验收后 在正阳门城楼和引流念 在1920年之后 朱启前基本退出政界 主要从事实业开发和文化活动 实的一提的是 古建筑专著中 还包括朱启陵撰写的 贵阳假修楼建筑调查 纪略整贵州古建筑真货史料 而朱启陵还特别注意 搜集家乡贵州有关史料 及前人前换著书 并注意收藏珍贵文物 图书的 后将其收藏的珍贵图书 文物捐给北京图书馆 又将有关贵州的文献著书资料 全部捐给贵州省图书馆和博物馆 现贵州省图书馆 共存有朱氏邓书十五类三百零三部 几乎都加盖有 子江朱氏存塑堂所藏书印印帐 来源贵阳满报编辑 吴志伟编审 干将云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转idor 红包